2023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一位女性教授 克劳迪亚·戈尔丁 她长期研究方向是收入性别差距 所以名女性创业者 我对她这项研究充满了好奇 于是就看了很多篇她的采访报道 以及出版的书籍 今天想根据我了解到的信息和个人看法 重新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职场女性的话题 从整个世界范围来开 处在劳动力市场的青年女性远低于男性 而且她们的工作薪水也更低 职业天花板也更明显 我们之前总认为收入差异是因为教育和职业选择早智的 但是戈尔丁教授的研究表明 现在收入差距的大部分出现在同一职业的男性和女性之间 而且主要是随着第一个孩子的出生而出现的 这是由于女性在照顾孩子方面 比男性往往承担了更大的责任 使得女性职业发展和收入增长都变得比较困难 就比如说同一所学校同一个专业毕业的男性和女性 她们刚开始工作的时候 其实收入水平是差不多的 但是你看这个毕业十几年之后 收入差距变得愈发明显了 这其中的转折点就在于生育 在戈尔丁教授写的 家庭还是事业 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里程 这一书当中提到过这么一个观点 贪婪的工作 指的就是现在很多的工作 其实都是灵活性很差的 它可能需要你24小时待命 不断提升你的专业技能 不断去做一个更卷的人 这样才有机会拿到一个更高的收入水准 而身处这样的环境之下 一个家庭就不得不做出明确的社会分工 一个人拼命工作努力赚钱 另外一个回归家庭 因为照顾孩子确实会出现 很多很多的突发状况 可能需要你不断的去请假 支出更多的时间成本 这也和贪婪的工作产生了冲突 于是在普遍的选择当中 大多数都是由男性留在劳动力市场 女性回归家庭选择 收入差异在这个时候就产生了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探究 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呢 解决这个问题 给社会会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首先我认为 这是社会生产力问题 现在女性的受教育程度 普遍高于男性 她们也有很强的探索欲望和创新能力 这无一例外 会更加速各个领域的发展 同时呢 也可以分担男性的社会压力 从女性的角度来说 她们在职场上会更加平等 生活呢也会更加自由 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做一个创业十年的女性 我们公司男女比例 几乎一直稳定在四比六 说句实话 我无法为女性朋友们提供更多的便利 只能给予她们相对的平等 一些灵活度比较高的工作 我都会优先考虑到女性的员工 也一直在探索灵活性的创业方式 我帮助过很多已婚语育的女性创业者 想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啊 我觉得确实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这次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布 是问题被重视的开始 也是解决问题的开端